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不能再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国会传奇 也期望执政党当家不闹事 今天国民党团从半夜到天亮都在这里排队 我们依法依规预计在今天渴望全部三读通过 我们很高兴的听到赖清德总统表示 但是少数服从多数就不会有冲突发生 此时刻台湾的民主堡壘撞背后一场 我们感觉已经是中国人大 我们感觉已经是香港的立法级 你们连锁违线乱政或国会扣钱 而且甚而没收民主 没收国会 国会已死 今天因为香港就是民怨台湾 这不是国家级危机 什么是国家级危机呢 国家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呼吁 海恩流离就在你一片之间 你一句话可以改变所有一切 没有讨论就没有民主